欢迎收看屈肌头条 我是吴章鱼大鱼 与你一起看时事 我们蠟燭香港 聚焦中国 放眼世界 全部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出访东南亚三国 包括印尼 马来西亚和泰国 行程原本13日开始 16日结束 但随团有位记者 就确诊了新冠肺炎 令整个行程要提早结束 没有去到泰国 有报导分析 今次的行动 明显是针对中国而来 想挑起东南亚国国 在南海上的矛盾 推广中国威胁论 再以未完成的 印太经济合作框架 来组成一个抗中的联盟 统一反华战线 外交部汪文彬就形容 今次是美方的挑拨行为 这些行为在世界上不受欢迎 在亚大区更加行不通 中美的斗争 今次来到东南亚 今集我们讲 布林肯出访东南亚三国 首先让我介绍今集的嘉宾 郑国均博士顾问行 主席兼首席顾问郑国均博士 Hello 我是Dr. Raymond 中华智慧管理学院院长 彭云基教授 大家好 我是彭云基 在节目开始之前 提醒大家记得订阅WordGate TV 留言 赞好 最重要最重要 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Dr. Raymond 有媒体形容今次的东南亚之旅 是为了组成一个抗中的联盟 你怎样看呢 其实很多媒体都是这样写的 抗中联盟 如果看回外电的报道 就是布林肯定是 形容北京是一些很侵略性的行为 就没有说叫做抗中联盟 不过我反而在这件事上 就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位置 就是大家打一个麻雀都知道的 就是你一路打麻雀的时候 你扔些什么牌出去 自然别人就猜你 你做抗中联盟还是做抗中联盟 大约都知道的 但是你不会高调地告诉别人 我现在在做抗中联盟 我现在所以扔抗中联盟 扔其他东西 你不会这么说的 问题就是 美国会这样说 有一个问题 当你一路说的时候 你一路将这个情况扩大 去到亚洲各国都跟印尼又这么说 跟泰国又想这么说 跟各个国家都想这么说的时候 就等于好像九张落地一样 问题就是他是不是真的能吃抗中联盟 他不是真的能吃抗中联盟 他只不过是某程度上是想做一个流局出来 问题的流局就是 他希望各个人都站在他那边 为什么 如果你真的十三腰在手 你不会出声了 如果你真的能吃得出的话 看拍子也不会大大声地跟别人说 我现在已经吃抗中联盟了 你不会说了 所以他不停地这样说 而且宣传攻势更加强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第一 第一 不是想打的 更加不是想去侵略中国 因为为什么呢 我不是说他不想侵略 而是他没有能力侵略了 今天的美国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了 而他也都知道中国今天 也都不是可以随便搞的国家 唯一可以就是讲臭理 那讲臭理的方法就是 不停去周围告诉别人 中国现在很aggressive 很侵略性的 某程度上就是 拆喊触拆了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不知为什么 在媒体上 中文媒体很多都写是一个抗中联盟 其实我也觉得很有趣的 这件事 究竟是外电 你知道英国也有中文的报纸 我相信可能是 反过来他们先写 因为 Anthony Blinken 就没有 完全是一个抗中联盟 这次布林肯出访这三个国家 印尼是第一站 不过好像印尼的媒体 对这个出访不太欢迎 当地的主要报章 出了一篇文章 他就说 布林肯先生 我们都去喝咖啡算了 你看到印尼本身 普遍的舆论的人 对美国的印象是怎样的 即是说 很简单 我就是很大佬 就是我不侵这帮人玩 专门跟你玩 谁知道 现在不是 我都想去跟他们玩 但我已经不跟他们玩很久 于是带一些舆论 侵我玩 现在我教你一起去对付哪个人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看到 其实印尼 其实这些地方 很多时候会面对这些问题 你想想 上一次 何锦丽 走来东南亚 走来这个 商务旅行的时候 他就只见到 新加坡、越南这些 印尼没有份 如果你想想你是印尼 你会怎样想呢 即是不给我面子 现在你又再来找我 不如我们先喝咖啡 即是我们不是那么深的交往 你看到一件事 那个情况就好像Doryman说的 所谓抗中的同盟 其实就是一个无形的形势 其实就已经形成了 因为大哥看到 在中美的矛盾里面 美国就是根本正如我说 喂我又不敢打 我又可能不够你打 或者我付出了太多 我只是因为本身 美国的内部是出现很多问题的嘛 从逢藝战争呢 一定是什么 内部很强 你才有能力可以去打人家的 如果你本身里面都不行 出去打的 很多时候 还没打完你已经内乱了 你看看以前 这个美国的越南战争 是出现什么问题 他不是不好打 很好打 但是为什么最后要草草收场 因为内部问题嘛 国内里面有反战的情况出现嘛 所以其实任何的军事的行动里面 其实内部的力量 政治力量好 这个实力军事好 其实是最重要的 人民的民心是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今次来说 你看到 基本上他 美国就已经有这个五眼联盟 亦都是叫这个欧盟 这些他们自己的朋友 就一定一起来围攻中国 他要杯葛这个中国的东奥 而193个国家之中 173个国家是反对 觉得不应该这样杯葛 而只有20个国家 即是他真正的盟友 就是这20个国家 好了 那这班人其实 在全世界里面 都是占少数的 所以为什么他一定呢 如果要围攻中国 一定要尽量找多些 搬多些马 那他才能够有个声势浩大 其实为什么说来 刚才说 他就不敢真正去打 如果你很强大 一过去打的时候 那中国就跪下了 是不是 但现在不是 所以要靠什么 靠周围去围攻你 那么 效果是多少呢 说来说一件事 就是想阻止中国的崛起 所以他现在很重要的 我觉得 他们的策略是 既然军事 他不是真正正想打的话 只有经济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千方百计 一定要破坏 中国的经济 那个实力 因为现在摆明 你看到的 刚才 Doryman都说了一件事 如果我们看一看 一些数字 你就会看得到 美国现在负债 大约29万亿美元 然后他还要扮演 全球警察的角色 他的国防开支 已经是占全世界总的国防开支的39% GDP 就不到全球GDP的25% 占25%左右 你的军事的支出只有39% 而你的GDP只有25% 还有你欠债这么多 那就是你的经济很大问题 你根本不能够支撑 一个全球警察 这样的 你看全世界 要支付多少的军费 去维持全球的 那个军事基地 他养了多少兵呢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在内部里面 你想想 那些军队 当然永远 都是想多一点钱 他不会 减的 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 即是 不断军费上 钱又不够 但是在整个 世界里面 还要维持这个大佬 这样的形象 其实 我觉得他现在是 发 穷恶 我够大胜了 我没钱不够 我够大胜 行不行 于是 我再去哄小孩 你帮我 你帮我 这就是 印尼 这些 那些人说 我现在 和中国都玩了这么久 为什么要耍你玩 为什么 在中国过去这几十年 有媒体说 你知不知道 根本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是落后了中国20年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面 是不断帮这些国家 做基建 铁路 这些码头 这些情况 所以变成来说 他们跟中国的经济 很密切 这个情况之下 在美国现在走进来的时候 就是做这个 我觉得成功的机会不多 当然他不想得罪你 但是要逼我 去跟你走的 难点 这个 就要看我们中国 是用什么方法 能够抗衡 和对付美国这种策略 有一个 亚洲的外交官 他就认为 拜登政府今年一年 连串的动作 表现出了想要加强 和东南国家接触的话 的诚意 但是 你知道吗 他们在经济上面 对中国 是没有什么效果 为什么 因为中国在这方面 领先了他们20年 美国究竟做了什么呢 这几十年 对这些相当是正在发展中的国家 他们完全是 没有帮助的 他们只是派航空母船来 是不足够的 还有一件事 就是因为你看到一件事 在这个地区里面 美国政府 之前 经常屡次出现 背信弃疑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东南亚 那些国家 很多对美国 是有一种保留 其中包括了什么呢 好像越南 菲律宾 印尼 都有出现过 彭先生 这次第1站 就是印尼 但跟我的认知有点不同 因为在印尼 我们想起 以前出现排华的情况 但是这次 布林肯去到印尼 理论上应该 很受欢迎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说他我们不是朋友 交情不耗心的这个说法 印尼和美国 和中国关系 你还要了解一件事 大约在数十年前 在印尼 是不是出现了反华 而在他之前 在印尼 其实那个 领袖 就是苏哈洛 苏哈洛 他基本上 和中国关系很好 而当时的印尼 亦都是管理得不错 但是 美国因为 苏哈洛 他是亲中 所以 将他 推翻了 给苏哈图 上去 令到当年的印尼 排华 和出现很多暴乱的情况 死了很多人 我相信 是年纪大一些 印尼人 都仍是记忆犹新的 所以 其实在后面 真正策划的 就是英美 所以你会看到 他们 应该会有一座 这样的历史的记忆 所以对英美 都是一种保留 尤其是近年 他们越来越强盛 因为印尼的发展 其实是很不错的 你看他们的海军 绝对是不可以轻视的 特朗卫文 这次布林肯出访这几个国家 除了刚才说的 中控威协论之外 更大一件事 就是一个 未完成 还未规划完成的 印太经济框架 邀请大家加入 你觉得这几个国家 东南亚 会不会加入这个框架 或者美国到底 还信不信得 其实我会觉得 他们现在 要去找印尼 当然 除了因为 印尼是亚洲其中一个 最大 人口最多的国家 很简单 你刚才说 打麻将 你希望找另外两家 都帮你手的话 你也找两家人多一点 所以 他找印尼 都明白 他不会找个小国家 找人多 不过 反过 就是 为什么他要找人帮 他现在的情况就似 他很缺钱 但是他在倒桌 沽住一宅 你看看 美国的国债 刚才彭教授也有说 差不多30万亿 但问题就是 我们试着反过来看一看 你会看到 其实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 他在说10万亿左右 即是说 这12年间 或者这10年 比较鬆 特别因为 新冠肺炎疫情 比2008年 多了两倍国债 而你又看 他的国债对比 他的GDP 现在 差不多到130% 到140% 即是 1.5倍至2倍 一直上升上去 这件事 对他来说 是很牙烟 牙烟成什么呢 就是如果 很多人经常说 美国曾经很强 很强 是说80年代 80年代 他的国债 只是说 他的GDP的三成 三成和现在 130% 是说了多了一倍 打低多了一倍 所以他其实 急得很紧要 他急钱急得很紧要 他想一下 我怎样可以 赚钱回来 我要不 在赌台上赢得 他现在打麻将 他现在就 九张落地 吓你 希望你 乖乖地 算了算了 我们留局了 我赔钱给你 这样做 如果不是的话 要不他就 算了 我就打你 但他又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其实他尴尬得很紧要 他又急得很紧要 亦都解释了为什么 他们这一届的政府 再加上美国政府四年一届 其实那个政策的延续性是很低的 特别是他们两个党的意识形态很不同 当他们意识形态不同的时候 你又要这样玩 所有这些亚洲的盟友都会觉得 我真的信你不过 就算你真的肯 守信用也好 你四年之后都不在了 你守什么信用呢 也不等你想守信用 更何况 你不守信用就更加坏 所以难怪他们是不信的 越来越多 你看到的 是不会信 美国这一套 所以更加会解释到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一届政府 是不停地出放亚洲 刚才教授也有说 何錦麗又到处走 奥斯丁又到处走 个个都到处走 布林肯又到处走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他已经没有办法 他唯有办法 就是 唯有靠用证的 那个 叫做大隻佬的角色 就是周围去兇 希望兇到一条生路出来 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用真章去解决他的问题 他的经济又搞不定 你说他想借助其他人去 什么 大家又不拜他的东西 再加上一个疫情 物流又断裂 物流链又断 他的经济又萧条 我刚才看到一份报导 在纽约的高楼大厦 有成一半都是只有一半空置 一半的租用率 就是 五成是不见了 是很恐怖的 商业大厦 高级的商业大厦 你想想一下 他们这样的经济情况下 他可以有什么板斧出道 他唯一是靠 就是军队 因为他现在还剩下的钱 就像阿教授所说 你知军队要很多钱 不单止是你的 武器等等的开销 你的福利其实很重要 你还要养 不单止那个军人 他的家 是全家养的 所有家的 其他福利都是 因为一个人当兵 全家都有福利 这些东西 其实是导致他们的开销 紧要得很大很大 而这些东西又不断上 那你可以怎样 所以他 基本上是面对 去到一个位置 真是跳崖 所以他就宁愿出这些方法 就召唤了所有人 因为万一他要跳崖 他就希望抱着 他真的要抱着 他希望抱着跳下去 那当然中国不会那么蠢 你看一下 之前说过 在三藩市 那些集体的抢略 你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拿下一个 谁做生意 你想想整个经济的 心理也好 制度也好 根本就越来越不利 如果你说 真是发穷恶 就是一个妙上天开 那怎么办 这么多兵 不如干脆 做完兵就变成贼 你的兵全部都可以抢 为国家着想 这样也不奇怪 他通常都会有个很华丽 当然 放个名字 但是真是到穷的时候 不要想多了 还有那么多名字 快点抢了算数 彭教授 可不可以理解 美国看到我们中国 和东盟 东南亚国家 做生意做得不错 赚到钱 他那边搞不好 所以来这里争生意 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给大家一些数字 参考一下 在全球的经济来说 东南亚这个地区 大约是佔了60% 全球的经济 当然包括中国 而在2020年的时候 单单东南亚地区 和中国的商向贸易 额就达到 6,850亿美元 是这个地区和美国的贸易额 两倍多 你用纯粹经济的角度看的话 我没理由 放弃大客 去 这个 跟一个 小客做生意 这个逻辑性 就可以回答到你的问题 就是说 老实说 如果我是印尼的 为什么要帮你美国 而且因为刚才 所说的那么多的历史 政治 经济的因素 我就真的很有保留 我又不想得罪 双方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逼我要站边 其实这个 我相信是绝大部分 东南亚国家的心态 新加坡 李显龙 觉得很清楚 他说 你不要逼我来 我这个国家 就是想 大家都 大家都好 你想想美国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 在东南亚 他应该不会成功 这个策略 彭嘉诚 刚才你也有提到 中国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超前或者领先 美国 差不多20年 领先的位置 或者优势 在哪 中国的一带一路 那个这样的 大计划里面 其实中国真的已经开出了很久 你看看在这个世界各地 做很多这些港口 铁路的公路 好了 在东南亚里面是怎样呢 你看看 只是在这个辽国 开通了第一条的高速铁路 这条的铁路 就已经中国是支持 60亿美元 现在最近 就开了这个 中路铁路 就由昆明 直接去到 万丈 你看到一件事 那个建设在东南亚 已经打好非常之一个基础 这条路不是简单 不是一两年的事 真的 纷纷了十年八载才行 这些 美国是追不到的 还有 你看看 越南 和河内 开通了第一条的地铁 都是中国去帮他们的 但是越南国家 有时我们也有很多保留 这个有时都会反复一点 但是基本上 其实中国真的做了很多事 是帮他们的 而在这个印尼的话 中国其实也都 放了几十亿美元下去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中国和印尼 和东南亚的 那些国家的关系 其实相当根深蒂固 但是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 就是在东南亚里面 基本上 很多很多华侨 这些华侨 其实就是 中国和他们的联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你认为 中国和美国 在对待 东南亚国家 他们的策略分别在哪里 长远来看 两位会看好哪一个呢 其实在这件事上 如果你 退后一千步 去看这件事 你会看到 另一样 挺有趣的问题 就是 整个世界的格局 开始扭转 就像我们以前 小时候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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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人不是 现在的人会看YouTube 如果不是 都不会看屈肌 是会变的 那变什么呢 其实西方或者欧洲 他们一直以高增值 去做一些东西 譬如 他们会在中国生产一些东西 拿回去 印个籍 然后 他们卖的 实际上是个设计 卖的实际上是一个 虚的东西 但是中国 你看到他的一带一路 他不是和你做一些虚的东西 他只是做一些 码头的货柜 或者是一些很实在的民生的东西 这些东西 周边的国家是看到的 因为真的对他们的国家的民生 影响得很重要 影响的意思是正面的影响 那当然 美国的角度就是 我不给你生意 你就可以了 搞到你的码头没生意 货柜没生意 那些 但是 不论你是怎样做也好 你会发现 这种实事型的做法 其实开始得到 亚洲各国 那些盟友 就是中国的 一带一路 完善的这些国家 他们慢慢感受得到 原来真是有分别的 国家真是会变的 就好像我们之前说 台湾和尼加拉瓜 断交了 尼加拉瓜和中国建交了 原来 背后有一个 当然不单是钱的问题 原来中国可能会帮他 建一个云河 这件事 台湾做不了 尼加拉瓜明白 就是你怎样付钱 这个台湾怎样付钱 都不及他帮他建一条云河 因为他真的会改善 将他的命运扭转过来 而不是美国一向的做法 美国一向是用意识形态 去买观众 你肚子餓嗎不要緊 我給你一個美國隊長盾牌 你拿著盾牌覺得好像很威風 但你自己還是肚子餓 你仍然沒有辦法下肚子 一次你騙得到 兩次你騙得到 三四五六七次 你想想想盾牌不能咬 但我真的想要飯 那你就想想想 原來這件事開始慢慢過氣了 你看到這件事在變 格局是慢慢變 而當這件事走到盡頭的時候 當他吹得盡頭 吹得他自己都爆煲了 美國自己都爆煲了 在債務上 真的出事了 大家就會看到原來這件事不行 那整個世界就扭轉過來 一扭轉過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輪到中國真的無氣了 說的是一個做實事的國家 他就會無氣了 變成真正 你不需要自己爭做大佬 你自然就會做大佬 整個循環是開始見得到 循環已經開始了 而布林肯或者美國政府正在做的事 他們的角度是力玩狂難 不希望這件事發生 希望他仍然做大佬 希望他仍然騙著你 仍然你拿著美國對著一個盾牌 就很開心 然後繼續肚餓 他希望做到這件事 偏偏就是 一個國家是這樣 兩個國家是這樣 三個國家大家都知道 你給這些東西我不行的 民主吃不到飯的 自由吃不到飯的 我真的要下肚的東西 特別是國家當他的GDP已經不是高 人又越來越多 政府要更加大的壓力去應付他們的人 市民 人民 等等的醫療 衛生等等 所有東西都是錢 他就會發覺 我給民主 我可以養到多少人 他們開始就會明白這件事 而你也看到 當然當他的政權有四年一度就走去的時候 你更加會覺得 為何要相信一個四年之後就會不見了一個人 所以 更加在這件事上反映了 布林肯這件事 反映了他們那種急拙力玩狂難的問題 他們是感覺到的 他們應該感受到的 這正正就是 美國的民主制度 和整個國策 出現的 最基本的問題 而我們中國文化裏面很強調 實事求是 而你看看我們傳統的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先要做好自己的事 每一項做的事都要實實制制 你怎樣吹噓呢 一定會爆煲 所以你本身如果本身是要強救 那個力量自然就能散發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說 先安內 然後讓外 所以現在我們中國面對美國這樣的挑戰的時候 其實更加重要 就是自己內部一定要團結 和能夠完善化我們整個的經濟政治和人民的基本生活情況 有了這個你覺得對 那個趨勢 其實美國正正是最害怕我們這件事 一個虛 一個實 短期你吹得很重要 人們都說你對的 美國隊長很棒 但是我們那些真正的武術 英雄出來還未出來 都沒有和你打 在裡面馬吹沒用的 真正有真實功夫一出來的時候 麻煩你走到一邊 但是我們那些是指高維武的 我們不是和你打的 沒錯 但是他們不是 不能打的還是自己打的 教授剛才說 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 鬼佬不是這樣想的 他都是修身 他是健身 吹噓 賣廣告 然後銷售天下 那 完全是兩回事 他銷售了你就算了 那 你修養 對不起謙奉 他不是玩這個 他是修身 是不是 你 治國他不用治國的 總之要賣通街就可以了 那個邏輯 或者那個想法完全不同 所以當這件事去到盡頭的時候 突然間發覺死了 不行了 所以他已經很急了 所以為什麼21世紀 一直萬發之內 應該一定是中國的天下 但是現在 就是我們崛起的時候 是最困難的時候 現在的問題 就是一定要 大家都能夠明白 中國人要很團結 能夠可以抗衡到 這種美國的挑戰 一過了難關之後 就行了 所以時間在我這邊 所以美國人為什麼會這麼心急 什麼招數都會出的 特別是這一刻 大蛇脫緊皮 大蛇脫緊皮 剛剛要再變大的時候 你相對是 更加不會跟別人打 更加要保留實力 他就更加在這個時候 兇你 打打打打打 看你動不動手 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不會動手的 因為我們動手就變了 虧底 為什麼要 跟他碰瓷 所以如果這樣發展下去的話 我相信 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會越來越強 因為他很希望 這個代理人戰爭 可以代他 去搞中國 如果再發展下去 他就沒話說了 布林肯今次東亞之旅 希望用幾粒糖 來追到女生 但是這個女生 中國追了他20年 你不是打算幾粒糖 就可以騙他走 今集我們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 屈肌TV的頻道 留言 讚好 以及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一集再見